西部陆海星通道位于中国西部地区腹地北街丝绸之路经济带蓝联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借助这条通道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货物加速往来 今年是西部陆海星通道总体规划实施的五周年 这期间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呢 我们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在位于重庆市的小南亚铁路物流中心 一列来自老窝万象的冷链班列 刚刚抵达站点 车上的香蕉 龙岩等新鲜水果 马上就将在各大超市上架 像这样从东盟开往重庆的冷链专列 目前已经形成每月固定一般的常态 不断丰富重庆及周边省份的新鲜产品供应 而五年前新鲜的进口水果通过火车运到重庆 还是很难想象的事 2017年9月 西部陆海新通道这条线路上仅有一条班列 重庆团结村站至广西青州港铁海连运班列 如今西部陆海新通道已有铁海连运班列 国际铁路连运 跨境公路班车三种物流形态 通过这张进出口货物曝光单 记者发现对时效要求高的水果海鲜等生鲜货物 已经成为线路上的常客 东南亚水果达成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 10天之内就能抵达重庆 比传统线路线路线有5天以上时间 成本线有30%以上 西部陆海新通道已从一条孤立的线 发展成为一张密集的网络 通道货物品种已从80余种增加到1160余种 2019年8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 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 标志着通道建设从地方探索 上升为国家战略 5年来 西部陆海新通道目的地 从71个国家和地区的166个港口 拓展到124个国家和地区的523个港口 班列开行总量超3万列 运输货值我们超过了232亿元 同比增加89% 笔记本电脑 通用机械 海产品等越来越多的高负价值货物 通过通道实现内外双循环 隔矿进口转关 中脑泰马全程铁路连运 铁江海连运多次进口转关等创新举措 极大的提升了货物的运转效率 有利促进了贸易的高质量发展